岛屿,长了一张影帝帘,还有一副歌声的嗓音,只出道17年始终不火不火,娱乐圈中,无论是演员还是歌手,每年都有不少新人出现,而观众又都是喜新研究的,所以就导致很多上了年纪,的演员如今在娱乐圈中一点地位都没有。 尤其是那些终生代演员,上有老戏骨,下有小鲜肉,生存环境相当艰难,而娱乐就是这些终生代男演员中的一个代表,娱乐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男演员,娱乐于1978年出生于湛东青岛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系,虽然很早毕业, 但是娱乐在2001年,才因为曾演电视剧折煞叹花,而正式进入演艺圈,但是当时娱乐刚刚进入演艺圈,并没有什么知名度,只能在电视剧中视野配角,而且即使是这样,也很少有导演找他拍戏,那时候的娱乐,几乎一年就能引一部戏。 不过余乐并不在意,相对于走红来说,余乐更在意自己的演技以及剧本的好坏,所以大多数时候,即使没有戏可以演,余乐也不会接那些没有意义的烂剧本,这也直接导致了,余乐出道多年却依旧没什么名气, 同期出道,或者是和余乐曾经合作过的演员,像陆毅,黄晓明,郭晓冬等人都已经大红大紫了,余乐却依旧还是只能演配角,但是看过余乐演戏的观众就知道,余乐的演技是非常好的。 比如打狗棍中的二丫头,这是一个很难掌握的角色,因为二丫头平时看起来是很妩媚的一个男人,但是在他骨子里其实他非常野蛮,而余一跟这种两种风额之间的度掌握得非常好,也演活了二丫头这个角色。 在二丫头这个角色之后,余一的实力终于被一部分观众和导演看到了,于是余一终于开始在影视剧中饰演主角,在2014年开始播出的灵魂百度系列网剧中,余一饰演了第二男主角赵丽,虽然是第二男主角,但是余一的演技基本上撑起了整部剧的表演,所以在2017年播出的灵魂百度黄泉中, 观众终于看到余一的演技和实力,很多观众都被余一饰演的赵丽圈本了,在今年播出的电视剧《娘道》中,余一更是一人分饰两脚,饰演性格迥异的一对双胞胎兄弟。 因为这部剧的热播,余一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,很多人在看过《娘道》之后更是毫不吝啬,的夸奖,余一长了一张影帝的脸,演技也开闭影帝, 而余一其实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,其实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歌手。 出道多年来,余一为很多部电视剧都演唱过歌曲。 在跨界歌王中,余一凭借自己的一副好嗓子,更是一路挺进决赛,因此也被观众称为是尝了一副歌神的嗓子。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长了一张影帝的脸,还有一副歌神的嗓子的一位好演员,却出道17年依然不温不火,实在是令人有些惋惜。 你觉得余一的眼界如何呢? 欢迎留言告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